这个蔡正元PO出照片 大家惊讶 我一开始还想说 是不是被批图批的 不是哦 是真的不得了 我们的官渡指挥部 脑子怎么了 帽子的国旗改为绿色 这改的人现在何在 是升官发财了吗 我都很好奇 说这个帽子三年前 用低适度 就是低变适度的概念设计 没有政治考量 已经发放完毕 不再制作 当然这个逻辑有没有问题 因为它是个变帽嘛 对不对 变帽不是真正要戴上战场的 变帽为什么要低变适度呢 变帽而已 戴上战场为了逃避这个敌人 所以必须要低变适度 变帽为什么要 当然这个黄正辉黄舰长也很气 这帽子就在表态啊 我如果是陆军司令 谁做的命令 谁做的决定 我就把这个人重办 什么在表态 就是在拍马屁是吗 丽将军 第一个我觉得我们这个 这些各级的军人 还不如刚刚变子妹 访问那个女孩来的 她是一个女生 她都知道 打仗不会戴这种帽子 打仗戴钢盔 打仗这时候再戴钢盔 谁会戴这种帽子去打仗 对不对 我这边 那其实我说实在 这种帽子是什么 等于是一种伴手礼 一个纪念品 一个伴手礼 到部队去 其实我们到很多学校 很多机关单位 他都有自己设计的一些伴手礼 所以你不要去搞这些花样 你什么国 我这边也带了一顶 就是当初我在小金门的时候 的一顶这个帽子 你这点是独一无二的 他有这个小金门的 那这边用的就是新年白日版力红 我觉得这个比较漂亮还是这个 大家可以心里有一把尺 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当新年白日版力红的国旗 比较漂亮 当然是 戴上去以后比较 然后这边是我部队的队灰 对不对 然后这边冒岩上面 地图嘛 地图就是小金门 还有我们六个礼岛的地图 秀在这上面 代表一个纪念品 这只是那这边我还有另外带了一顶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也没有弄个绿色的国旗 它是绿色没错 这是什么呢 可能远远大家看不清楚 这个是一只戴鼠 戴鼠 他们这个部队的队灰 是用戴鼠做队灰 戴鼠戴个拳击套 在那边做队灰 这是哪个部队呢 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直升机部队 陆航第二营的这种Mark UH 陆运航空部队第二营 这是老的帽子 其实都没有说是用这个 那我为什么要 这种帽子不会戴上战场 他都是送人当伴手礼 纪念啊等等 所以搞个低适度的 我跟你讲 打仗的时候 你今天国防部很糟糕一件事情 就是你越掰 你自己缺点越多 你去掰一个低适度 你就胡扯到极点 打仗的时候哪有什么低适度 他特别讲说 我们是这个低适度 你看美军也有 我特别要解释一下 打仗的时候 身上不能有任何的Mark 包括我自己本身在金门的时候 我连名条都要拆掉 然后连这个背章都要拆掉 国军以前有背章 但是后来规定背章全部要拆掉 我不晓得国军哪一个脑袋里面 这个灌水 居然把背章恢复 你知道戴背章代表什么 做战服装戴背章是泄密 为什么说是泄密 我跟大家讲就明白了 因为你如果说我们今天每个部队都有一个 阿兵哥都有背章 代表荣誉 代表这个部队的精神 但是我今天一看 这个譬如说是你在屏东的部队 今天突然这个背章出现在台北市 那代表什么 代表你屏东的部队已经空虚了 你台东的部队已经掉到台北来了 我们今天在俄乌战争经常听到说是 乌克兰哪个旅哪个旅 掉到什么地方去哪个旅不见了或干什么 就是他那个背章不见了 所以不该有的背章恢复了 该是红色的满地红变成了满地绿 我直白的问立将军 这个做法你讲低视度不可能 所以讲白了他就是拍马屁对吧 那三年前那个时候跟哪件事情对接 三年前我特别去查 2021年刚好是蔡英文去关渡指挥部去世道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2021年蔡英文到了关渡指挥部 这个国安局局长 国防部部长 什么陆军司令 军团司令 一直一起去 对不对 然后关渡指挥官就做了一个 这个伴手礼送给赛场的所有 今天来试导的这些长官 所以蔡英文拿了应该又惊又喜是吗 所以有人问我说 立将军你有没有这个帽子 我说我没有 但是我现在发现说就谁还有 搞不好蔡英文房间还有一顶这个帽子 会不会是这个顾立雄房间有一顶这个帽子 对 但是我必须要讲 拿了以后谁敢戴呢 你蔡英文敢戴吗 你顾立雄敢戴吗 是吧 所以我特别讲 这个我这些东西是办手里面 但我要问一下这个立将军 军人嘛 军人效忠的是国家 不应该有这个政党的一些倾向 这个关渡指挥部到底是怎么了 关渡指挥部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指挥部 我们经常讲说反斩首 对不对 反斩首 就是淡水河防 就是关渡指挥部在负责的 所以他是很重要的一支部队 其实蔡英文去市岛关渡指挥部 已经好几次了 代表这支部队守这个地方确实很重要 那他我觉得你今天你效忠三军统帅 这是军人应该要做的事情 觉得没错 但你不需要你今天弄这个绿色国际 你就不是效忠三军统帅 你是效忠民进党 是的 效忠民进党的统帅 所以我觉得说你今天既然要做变貌 这是休闲帽 你要做你就大大方方用国籍嘛 但是我特别要讲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各级的干部 军中各级干部 实在是不应该把那种心思放在这种 做这些这个纪念品伴手礼上面 今天我很痛心 今天又一则新闻 昨天才一个海军的士官 开车载着他的士师妈妈 送到海里去 今天又一个空军的士官又做这种事情 那我们光这个月 光这个士官兵轻身的 有多少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各级干部 你要把心放在这些基层的士官兵身上 不要把心放在怎么样去做伴手礼 去送礼 做一些想一些花样 想一些花销的东西 从司令开始 到每一个连长 都应该把心放在这些士官兵身上 不要再把心思放在做这些事情 要放在我们战备训练上面 对 所以立将军觉得非常的痛心 讲实话这是三年前 说实话三年前 国际间就已经开始讲 这个台湾是这个地表最危险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国军弟兄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 到底谁下了这个决定 站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你的这个创意无限 到此刻为止 你是不是我不知道升官发财了吗 还有那些拿到帽子的人 这个新闻三年前就做了 为什么到此刻为止才看到 也就是说拿的人通通不敢戴吗 拿的人都放在抽屉里面 都放在衣橱柜里面 细心收藏不敢拿出来 平安讲拿到了大概 那时候这批帽子应该是 三年前做了一批以后 就没有再做了 然后这批帽子我自己推测 大概送给绿营 他们戴了可能很高兴 然后戴了很高兴 但是我在想说 如果说是一个正式的军人来讲的话 应该是看到这种帽子 感到非常的痛心 怎么会国军官兵弄到最后 你不是效忠中华民国 而是效忠一个政党 这让人家是绝对没办法接受的 一个军人来讲的话 我自己本身是军人 对不对 阿扁当总统的时候 我就效忠阿扁 因为他是三军统帅 所以我效忠他 对不对 马英九当总统 我效忠马英九 因为他是总统 我绝对不会因为政党 我可以心里头 有我自己的政党的属性 但是我在工作执行上面 我一定是保持中立的 一定要保持中立 去执行你的军统的任务 对 如果一个军人 连对我们的国旗 都可以这样变来变去 把这个政党的颜色套下去 那大家还能够相信 信任他们吗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